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怕男 但他最怕穷了 因为他穷怕了 所以现在成了大歌星 他的生活还是一样的节俭 翁立友 拍显于翻身的故事 我们来看简维红 陈志扬的报道 我当初在化妆室后台 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这样努力下去 有点你一定会得平衡 你像到印尼 我们去演唱 然后要离开那个车 这个是没办法离开的 你会发现说 他那个红的疯狂的程度 就像周杰伦一样 翁立友出道14年 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 看着台下上万人为他尖叫 为他欢呼 震耳欲聋 翁立友说 这感觉很不真实 好像做梦一样 因为每一次出专辑 我都是去上同样的 去摄影棚上通告 然后同样在录音室 也是一个人 好好的把录音录好 但我没想到说 怎么会后面有那么多的 惊奇的事情都发生了 我那个时候整个人都 都很难去想象 开演唱会拿金曲奖 十年前 翁立友想都不敢想 在演艺圈 一个男艺员26岁还不红 或许该要有改行的心理准备了 不过十年前 十年后 翁立友心里头都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永远为上台做准备 他为了要宣传专辑 他可以把命豁出去 他可以吃啊 可以玩 这一点是让我最佩服 然后我就看得出 其实他是一个 为了成功 他可以不要命 我什么都不怕 我真的只怕一件事情 我真的怕穷 因为穷呢 你就是眼睁睁活生生的 就是你看到你的可能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亲戚 或者是你的邻居 就是看到你会怕 很轻描的那个感觉 我从小就就在那样的环境上 有看到这些的眼神啊 以前最苦的时候 跟妈妈逛那个菜市场 只要看到这个比较贵的水果 妈妈都很想买 买给我吃 买给家里面的人吃 可是当问到价钱之后 拿起来 好 老板这 老板这个要怎么算 我要讲出来的价钱很贵嘛 然后可能就 就又放下来 所以也告诉自己就是说 只要能够让我抓到机会 哪怕这个事情是会让我 非常非常的累 就算累死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是要坚持住就对了 因为穷 所以被鄙视 这是翁立友最惧怕的记忆了 小时候父母先在外地工作 将他托给外公抚养 当时经常被人讨笑 是个没爹娘的孩子 翁立友保护自己的方式 就是把耳朵 把嘴巴都关起来 就是很自卑 很自闭 都不喜欢讲话 阿公还有一阵子打电话给我妈 因为我妈跟我爸在台北工作嘛 然后我在彰化的乡下秀水 说这个小孩子怪怪的 要带去给医生看 就是都没有在讲话的 一整天也不知道他心里面 在想什么 个性就是很自闭 问啥都没要印 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翁立友总是习惯躲在角落 尽量别引起别人注意 有一回在KTV 趁着朋友们都在喧闹 翁立友想拿起麦克风 偷偷唱个几句 没想到包厢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点 像人金头吧 双人枕头 对 然后我就 我就趁大家在 我就 我就偷偷摸摸在唱 我就 像人金头 那无理 也会孤单 像人金头 那无理 也会孤单 然后那个时候 麦克风高 拿在我的手上 然后就说 喝 刚刚那个声音是不是你唱的 我就吓到 我就 怎么了 我 怎么 怎么 什么事 再唱一次 然後真的再唱一次 剛剛該不會是那個吧 放出來就是音樂對準的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 因為我不要再唱 可是他們就鼓噪 我說一定要再唱一次 後來呢我唱完之後 哇他們就一直開始點歌 哇你聲音好特別哦 你來唱哪一首歌也應該很好聽 就一直點一直點 19歲那一年 翁立友參加了電視台所舉辦的歌唱比賽 決賽前翁立友遭到淘汰 但是觀眾太喜歡他了 紛紛寫信到唱片公司 被淘汰的翁立友 反而有發專輯的機會了 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我應該可能會賺大錢 對 對 那時候這樣 有 有 有想過 所以呢 而且想得厲害 想得厲害 非常非常的想 可是也因為非常非常的想 所以呢 出來的成績很不好 所以產生了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落差 所以他們才回去 他們才還回去中華 也很久大概有 有兩三年有了吧 不能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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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那些落差很大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失落感 他就都不敢再來搶我的臉 啊 後來後來是 沾沾電視台 好像有一些綜藝節目啦 有帥哥覺得出來錄影啦 才有還來 他放棄之前 就看見不想做 欸 我說 利歐 你最近在忙什麼 我沒有 就回老家幫忙 人家做一點小事情啦 我說你這樣子 就對你來說是滿足的嗎 他說 當然不會啦 當然不會滿足 我一心就想往這個行為發展 我說好 第一 除了自己要有理念 要堅持以外 第二 不要排斥任何人 給你的任何一個機會 這很重要 就像我們一家 你以為我彈琴 現在可以拿這個價錢啦 我已經堂沒錢 我是堂很久的 來樂隊老師 掌聲鼓勵一下吧 謝謝老師 謝謝 王立友把孔香的鼓勵 放在心上 他鬱悶了整整的兩年之後 決定要重新出發 電視台晚會大小的通告 他都接 回到家裡頭 他還會看袋子 檢視自己在節目上的表現 能夠吸引觀眾的才藝 他拼了命的就去學 他決心不要再躲在角落 只求能夠重新的回到舞台 再回首 姜玉瑩 暈著斷過你的雨 好香喔 再回首 緊緊密密 你想想看喔 一趟就要三個多小時 來回是不是就七八個小時去了 對不對 那一趟上來台北 只為了上一個通道 結果都沒有表現 所以我回去我會睡不著覺 我都會一直垂心肝 夜幾點 再回首 被影院長 再回首 被眼盲朗 不要讓時間浪費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 我希望每一次都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哪怕只是一小點的進步 也算是進步 那你想想看喔 那你想想看喔 這樣子長期累積下來 你看你就進步了多少 上節目不只會唱歌還會模仿 製作單位也樂得多發點通告給翁立友 有一天錄影現場 來了一個大前輩 已經期待久了之後 期待習慣之後 然後都落空的時候 已經就覺得說 好 聽聽就算了 他還覺得說 很感謝蕭虎哥 你能夠這樣賞識我 我已經很感謝了 沒有想到 真的兩天後 真的電話來了 所以他到現在 任何的場合 包括演唱會 他第一句話 他一般我們都先感謝老闆 可是他先感謝的是蕭虎哥 加入了新的唱片公司 翁立友真的時來運轉 他重新回到了舞台 他找到了K歌市場的定位 加上高收收益的本土劇 八點檔每晚強力的放鬆 翁立友的證明度越來越高 翁八點的專輯 讓人聽到前奏就能夠哼上幾句 我問天 堅持那個時候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問 翁立友 這歌滿適合你唱的 甚至高出發說 你的在唱片裡面定的調 不要太高 因為聲音夠高 你要讓觀眾傳唱的時候 要一個便利跟順利性 我問天 我問天 你敢不敢賣衝帝 流行才是王道 就是唯一的條件就是這樣 大家腦腦上口就沒有人說話說 2009年金曲獎宣布年度最佳台語男歌手這個獎項 王立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宣布要得獎的名單 這個五秒 五秒啊 這五秒之內 那個心跳不知道怎麼搞 突然就加速了 就很緊張 然後頭就開始暈暈的 然後公佈我的名字頭更暈的 真的 就頭暈暈的 王道就是從我的座位到上台有一段路嘛 那一段路媽媽媽在整理思緒 然後媽媽又恢復這個繩子 對 因為沒有辦法去想像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翁立友如今名利雙收 但他卻始終堅持勤儉持家的路線 在他的身上沒有名牌奢侈品 他開的車子 還是十年前出道時開的那輛中古車 有一次我們去演唱 我們去演唱 然後就後面跟了很多歌迷嘛 然後剛才我們停車停滿遠的嘛 走走走走 歌迷就趕快去 你看剛才前面第一步停了賓寺 第二步是停喜美 然後跑跑跑到前面去 結果歌迷都跑到賓寺車那邊去 要準備送他進去 結果我們是走到喜美那一步 因為他都說 你也騎著騎著騎著太狠了 像家裡面如果說有客人 常常來我們家做客嘛 都會過夜啊 那飯店不是有一些免洗的 那個也很好用 就帶回來 就是真的不要浪費 因為當初這麼苦 如果說現在好 有那麼一點點的成就 就開始就規貨 或者是就不會洗腹 我覺得那就枉費之前那麼苦 只要用心來打招呼 必定就出門的名 如果是不給我 就能夠用心來打招呼 就能夠用心來打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